湖南株洲 一名妇女抱着孩子 才刚刚离开停车区 不到四秒边坡发生坍塌 总共五辆车全滚落边坡 幸好车子是停车状态 无人伤亡 相关部门已介入调查 安徽马鞍山遭逢暴雨 十一个小时 降水超过五十毫米 消防员赶紧疏散 受困了小学师生 雪山上车后 巴士缓缓开阔淹水区离开 而湖北的咸宁 一场倾盆大雨 引发严重洪水 部分地区降雨量 甚至超过五十毫米 许多驾驶和乘客 因为排气管被淹 受困入中 消防员只好启动了 首推车疲于奔命 镜头转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严重的沙尘暴 让能见度不足五公尺 严重影响交通 当地警方在八级阵风中 只会一百多辆汽车绕道或返回 至于内蒙的呼伦贝尔地区 最大的降雪量达24.8毫米 降雪还刮八级以上的大风 雨雪交降 形成了能见度极低的风吹雪 恶劣气候造成不少电线杆被吹倒 局部地区断电 内蒙的恶劣天气 本周还将继续 TVB的新闻 萧英强 陈向如总和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 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本周还订阅并开启小铃铛